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2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望美独报 我是Cherry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在今年11月19日第二轮投票中胜出的 阿根廷当选总统米莱的团队 最新表示阿根廷不会加入土砖集团国家行列 就在米莱团队做出这一宣布之前一个星期 也就是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不到48小时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委托驻阿根廷大使 将祝贺信转交给米莱 显然米莱最终拒绝了习抛来的橄榄枝 早在今年8月份 米莱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就表示 如果当选 阿根廷将不会加入土砖 去年 阿根廷驻北京大使 曾向阿根廷媒体透露 给该国加入土砖集团的邀请 是习近平心自所为 在今年8月与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 土砖五国高峰会期间 阿根廷等六个国家被正式邀请成为新一轮成员国 24年1月1日生效 美国之音的报导指出 有鉴于国际战略决力如火如荼 以及过去二十余年驰骋阿根廷政坛的左翼政党 对中共及其在阿根廷各项战略投资 张开双臂的热烈欢迎 米莱当选之后 在面向美中等重大外交议题上 何去何从 是自他以压倒性胜利击败左翼对手之后 受到国际间广泛关注 上个星期 米莱借助他的推特账号 晒出了习近平写给他的一整页贺信 在一整页的西班牙语译文之下 可以隐约看见习近平写给米莱的信件的中文原件 包括信简左上方 习近平主席几个大字 就在这次阿根廷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之 前几日 北京宣布给予阿根廷政府65亿美元贷款 具体方式是通过货币兑换 这一举措被业内人士认为 是中共对身处经济危机 和深度民怨的阿根廷左翼政府 及其推出的总统候选人的一臂之力 代表左翼政党联盟竞选总统的马萨 今年6月访华期间 曾经半开玩笑地提到 以阿根中国取代阿根廷 相对之下 米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在中共国百姓没有自由 那些渴望自由的人往往姓名难保 他当时还反问记者 你愿意跟杀手们做生意吗 当选之后 米莱在接受阿根廷媒体访问期间就表示 阿根廷同美国以色列和西方的同盟关系 乃重中之重 其次我不会推动阿根廷同极权共产党 和那些对和平和民主价值 视而不见的政体和个人发展关系 再其次 生意人他们想要和谁做生意 随他们的便 在分析习近平写给米莱的这封贺信时 美国之音援引专家分析 信的一开始 习近平就用了您来称呼米莱 而不是你 信中两度提到共享利润或者红利 读这封信的人很容易得到这样的信息 如果米莱和他主长的阿根廷政府愿意和中共合作的话 不乏利润共享的机会 总而言之 习近平的信读起来就像是一束橄榄枝 关注阿根廷局势30余年的艾克尔斯东分析说 习近平在第一时间写给米莱的信 以及内容上可以看出 中共对米莱是下了功夫的 认为放软身段降低姿态 由习近平亲自写信 并在第一时间递交会收到良好效果 从米莱的反应来看 这位新当选总统也是颇有礼貌的 公开对来自北京的祝贺表示了感谢 然而最新宣布的决定也凸显阿根廷新一届政府 不希望参与中共政权为中心的集团 以及战略图谋 全球危机管控基金会负责人 大卫戴伊指出 米莱和他的团队最终决定 对北京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 阿根廷远离中共主导的阵营 对北京来说 从战略寓意上讲是非常不利的 不同的是 本周早些时候 米莱在12月10日 正式就职总统之前 以私人身份携带几位幕僚 对美国进行了访问 并在白宫同沙利文 以及其他美方官员举行了会晤 中国经济环境日趋恶化 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广东东馆 近期持续有老牌外资企业关闭 其中日资中心电器旗下老牌工厂宣布 今年12月31日彻底关闭 原因是工厂订单奏件 公司财政长期出现赤字 难以继续经营 自由亚洲报道 中心电器是一家 有着30年历史的老牌日资企业 据公开信息 中心电器厂是 日本新电珠市会社 在东莞市投资新办的一家 大型的来料加工型企业 拥有数千名员工 东莞后街一餐厅负责人 沈女士表示 因为大量的工厂关闭 工人离去 连餐饮业也受到重创 许多餐厅关闭 现在很多工厂和店都是这个样子 不是哪个区 哪个市 哪个省才由企业倒闭 关闭的现象太普遍了 此外 东莞包装业巨头 具有31年历史的港企 小明实业11月6日 突然发布结业公告称 由于公司多年来 经营亏损严重 负债累累 已经没有能力清偿所有债务 正在想办法解决员工工资问题 无奈之下 不得不做出这个艰难决定 小明实业公司于1992年进入广东 曾一度跃居为 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包装企业之一 员工人数最多是有2000人 因为亏损而倒闭的 还有位于东莞长安镇的知名 港资企业虎帮武金 其在一个月前发公告称 近年来亏损严重 举步维艰难以为继 公司决定分批歇业停止生产 从今年8月份开始 东莞已出现小规模公司倒闭潮 对于东莞老牌企业 近期接连关闭的现象 时拼人士马南分析 外资企业正在逐渐撤离中国 转向东南亚国家 已成定局 虽然下半年 政府出台近100条 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无论外企还是民企 都受到官方不同程度的排斥 随着外企持续撤离中国 将对中国经济产生 重大负面影响 房地产巨头接连爆雷 接二连三的重创中国房地产市场 更引发全球投资市场恐慌 近两年来 更有多家国际金融机构 关闭了上海办事处 上海当局却没有任何办法应对 有分析指出 金融如此衰败 鞋子楼空置率飙升 上海经济已是一潭死水 自身财经人士老蛮 在上海经济有多惨的文章中写到 关键性的金融数据上 截止今年9月底 上海非营金融企业的存款规模 人民币34,061亿元 较今年初增幅仅仅只有0.1% 连中国全国0.8%的微弱增幅都比不上 距离复值只有一步之遥 考虑到11月和12月 地方债的还债压力 相对于此前的10个月来说 只大不小 相信上海的非营金融企业存款增幅 一定会变成复值 而只要变成复值 就意味着上海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已经被抽干 沦落到动用老本的阶段了 文章感叹 近两年来关闭了上海办事处的 境外金融机构有 荷兰银行 花旗私人银行业务部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 摩根史丹利 加拿大基金 贝莱德 穆迪 先锋领航等 上海乃至整个中国 只能一步步地朝深渊的 最底部堕落下去 对此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无非近代结果罢了 谈到中国经济现况 文章写到 二三年非赢金融企业手里的资金 不再增长 这恰恰就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正在剧烈萎缩的表现 市场上所有的流动资金 都被地方债的所谓化债工作 也就是借薪还救给抽干了 明年只会更加惨烈 阿里巴巴集团失去了 中国最有价值电子商务公司的地位 输给了成立八年的新贵拼多多 这是互联网行业的一个分水利 11月30日 拼多多控股公司在美国股市上涨4% 市值接近1960亿美元 超过了阿里巴巴在纽约股市收盘时 约1900亿美元的市值 这一曾经不可思议的转变反映出 20年北京方面将阿里巴巴 及其曾经直言不讳的联合创始人列为目标 开始对强大的科技行业进行全面打击后 阿里巴巴如今日落西山 本周马云在一个内部论坛上赞扬了拼多多 并告诫公司22万多名员工纠正方向重新获得动力 这让员工们大感意外 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 马云在幕后待了三年之后发出了战斗呼吁 凸显了局势的严重性 有分析指出 当反垄断政策出现时 阿里无法利用自己的规模 迫使商家使用他们的平台 这让阿里和马云措手不及 现在只能吃老本 阿里巴巴曾是中国最有可能成为 万亿美元市值公司的公司 但目前股价在今年的最低点附近徘徊 仅为20年峰值的一小部分 从宣布将公司分拆为 六个业务部门的计划开始 阿里本身就经历了巨变 随后时任首席执行官张勇辞职 请来了马云的两个长期密友 蔡崇信和吴永明来管理集团 几个月后 这两家公司宣布搁置了 备受期待的分拆计划 并暂停了价值110亿美元的 云计算业务的上市计划 这一令人震惊的大转变 让人们对该公司的发展方向 产生了疑问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 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